本性如何迷失了 如何降落到了现象 我们一步一步地把它研究清楚了 我们也就知道如何回去了 道家认为从本体一直到身体是一个越来越粗化 越来越固化的过程 太极无极是虚的 什么都没有 无形无智 在阴阳的时候是神的境界 这时候就有光了 再往下就降低到气的境界了 气就比光要粗了 再往下就是晶了 就变成液体状了 所谓晶就是一种液状的精华 身体内的体液 内分泌 液状的身体的精华 气状的精华叫气 光是神光 即神 固体的东西就叫形体 由虚无到光到气体到液体到固体 所以是越来越粗了 是越来越固化的过程 其修行的原理是复返于精卫 道家的先人叫做纯阳 所谓阳就是精卫的代表 阴是固化的粗的代表 道家的先人叫纯阳 说明已经非常精卫了 都是一步一步提炼的结果 其原理就是炼 他用的是火字旁的炼 可见火非常重要 就是把这种粗的东西起火 用火一步一步地把它炼回到精卫的状态 所以道家最重要的东西就两个 一个叫药物 一个叫火后 药物就是行 精 气 神这些东西 火后就是你的意念 你要用火炼这些东西 要把这些粗的东西一直要炼到精卫的地步 道家修炼的方法分成了五个阶段 一个是筑基 第二个是炼精化气 第三 炼气化神 第四 炼神还虚 有的也说到炼虚和道 共五个阶段 筑基实际上是生精的 因为第二阶段是炼精化气 当你的精还没感觉时 你就没法炼 所以第一个筑基的阶段是要精先养足 然后再来炼精化气 筑基要达到的目的是把精补足 我们现在的形身是固化的 我们的身体是很枯干的 很不滋润的 说明对精根本就没体会 身体里发生不了一种妙乐 也就是单甜 没有暖气 所以下一步的修炼根本就谈不上 修筑基的阶段属于养生 还不属于修仙的范围 从炼精化气以后就属于神仙修炼的范围了 筑基的方法一种是静坐时修的 主要的精神就是神气精相报 神在脑部 气在心部 精在齐部 三个丹田代表神 气 精 筑基法就是以上丹田的神光 穿过中丹田把它变成气 然后积聚到下丹田这个地方来 就是神光经过中丹田下注下丹田 不过神光刚炼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那你就只能一手下丹田了 当你神光出来后 你就用你的神光传过中丹田 下注到下丹田 那就是更好的一种修养了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涵养本源 把精补足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补精 所以要把神先降下去 我们原来神都是外用 现在把它收回来 回归到下丹田 活子时的具体练法是 当活子时来了以后 首先第一步要采 行采法 采是一种呼吸法 收紧小腹 吸有意 呼无意 吸气时 异想精气从生殖器吸到慧音 然后吸到丹田 呼气的时候不用意 在这期间 小腹要一直保持一定的收紧状态 这时你的性感觉就没了 男性的生殖器就软下来了 女性在生殖器那儿的感觉 也没有了 就回到了丹田的部位 什么时候 生殖器的感觉没有了以后 再行下一步 就是练 练的这一步 要行另一种呼吸法 就像鼓风箱一样 一般的 我们的腹式呼吸是上下 吸气的时候鼓起来 呼气的时候 瘪下去 而这个方法是像风箱那样 两边开合 外单数之所以那么快 不需要怎么修 一吃就成了 就是因为外单是一种特别阳性的东西 能迅速升起火大 你一吃进去以后 全身百脉都畅通了 你就纯阳了 故吃外单肯定管用 肯定特别快 不管是修道家的 还是修藏密的 这些从身起修的法门 都重视外单 小周天通了以后 就进入下一步 炼精化气的阶段 炼精化气每次都要进行三步炼法 第一步 五火周天 第二步叫 文火周天 第三步是静养 五火周天就是用意念引导 这时可以用意念了 贱脉的那帮人是在 没通周天之前就用意念引导 实际上正宗的传统引导 是要到自然通了以后 才用意念引导 关于火后的掌握 就炼到你感觉到 炼好了 不想炼了为止 不要过分 当然也不要不急 以丹田不虚为度 你感到炼好了 就接着炼文火周天 不再用猛烈的意念 让它自己转上一些时候 也是转到不想转了为止 然后就静养 炼小周天的目的就是炼精化气 把丹田的精要炼成气 要结一个中丹 所以炼精化气的这一步的 完完就是中丹结成了 到中丹爆炸了为止 炼精化气也就结束了 中丹爆炸是大周天第一次通了 其实小周天通 也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 不过一次比一次更加剧烈 因为它的能量越来越 精微越来越充足 是一种不由你担心的 突发的不可控制的过程 到大周天通了 根本就没精脉这回事了 全身都是一片汪洋大海了 没有精脉了都通了 全面地通 立体地通 不是一下一下的通 大周天是在炼气的境界 所以中丹炼足了 炼成熟了 还是像以前那样走 任都二脉 但是不同以往的是 现在是一通百通 所以一走 就是有六根振动的现象 之所以会六根振动 是因为这些 是我们最熟悉的通道 所以气充足了以后 一炸开 它自然走这些熟悉的通道 一根是最难走的 一根可能会出现 意识当中的幻觉 如果此时心中 有什么恶念的话 都会爆发出来 因为此时能量充足了 把意识冲昏了 分别不起作用 各种本能 积息的东西就会起来了 它不受控制了 而且能量很足 已经到达根的境界了 你想要什么 就能看到什么 很形象 很清楚 平常我们的根力 不强大时是很模糊的 不能结成形象 而那个时候很形象 想什么来什么 所以你平常有过不去的坎儿 心里边有结的话 在这个时候就要出问题了 一根是最难过的 入魔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大周天走一根时会入魔 走火就是小周天时 火跑别出去了 不走正脉了 小周天大周天没通 根本没有走火入魔的资格 大单要行到头部与阴神结合 结合后一般的叫法叫胎 叫做元神也可以 结合了以后 就进入了恋神的境界了 到那时才跟形而上的东西 发生关系了 所以这个时候 才是进入了先天的初步境界 以前都是恋神的境界 这时才跟本心相合了 合上去的丹才能够是生命体 才可以把全部的精神和身体 都倾注到这上面 以前的没合上去的大单还不行 还是一种色法 此时色法跟心法才合在一起了 叫做胎了 依这个基础而练 才能练出一个欲界天身 很多人到了恋神还须 及以后的阶段 都走佛家的路线了 走中脉 从中脉出去 等出去以后 金丹的路线大体就算完成了 得到一个欲界天身 这就是正统道家的修炼主干 已经完成了 这里边讲还可以进一步练肉身 也可以不管肉身了 但仙跪肉身 性命归指上认为 还是回头来练肉身才好 把其他的直接就走了的 叫废于中途 即还应回过头来练肉身 这叫玉叶练形 直到练到不日中而无影的阶段 就把肉身用阳气炼化了 把阴质炼化 就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欲界天身了 成为一种很精微的阳气了 虽然你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它是透明的 没有影子 甚至连它的帽子都没影子 这才算最后的圆满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